细致又可爱的画风布满整片屋墙 在新北市永和区绣廊里里长审寺室的推动下 将斑驳的墙面整修成现在的模样 但住户怎么会答应呢 居民表示里长做事他们很放心 只要能让礼上进步的事情他们都愿意配合 里长审寺室说感谢住户的认同 在跟彩绘老师沟通化作时就希望加进风水的元素 所以代表钱财 希望居民都能裁员广进 也是跟一般彩绘墙最大的不同 经过我跟那个老师 就是这个彩绘老师 一起研究 一起来设计 我们每一户人家 都有 水池啦 水流啦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帮这个环境 聚财 因为这个里长他做得相当好 而且他做什么事情 他都有为居民在设想 所以当里长在跟我们讲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是极力的配合跟支持他 对因为他一定有考量到一定是对我们里民是有好的 所以我们都二话不说就是配合 因为啊这个地方啊我觉得缺乏色彩 这样画起来的话 让人感觉 尝心悦目 更有精神活力 为这个地方带来更多的色彩 然后我觉得里长非常的用心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我觉得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的福气 在进行墙面彩绘的同时 省市市也一并解决走道的阻塞问题 这里的走道上原本是污水管以及排水沟 在统一地下化之后不仅方便住户走动 整体视觉上也比较干净 省市市还说自己平常都会来这里散步 因为上面有屋檐遮影 旁边还有可爱的画能够欣赏 污水工程的师座 是我们这里真的是做得很棒 因为大家住户的配合 那我们把环境也整理得比以往好很多 也让大家觉得很污 那个整洁 为谁 市市的积极推动之下 共有17户住家的墙面有风水彩绘 而且彩绘老师相当用心 会配合墙面其他非平整的设施 像是水管跟窗户 下去做调整 若非近看是很难发现 竟然不是画在墙上的 细心的设计 成功为理上增添 以他服务好色彩 记者张云科新北报道